萌火煮 捞起放佐料拌云入味 琪琪 哎 你们来去看看啊 您好 您是 您是张雨莲的女儿吗 对 女儿 哇 琪琪怎么来了 女儿 看看你 小手能上这么大了 没事 骂我 可能就是这两天工作太累了吧 行了 你不用担心了啊 虽然被婉言拒绝 但张雨莲 还是决定去成立照顾女儿 女儿小时候一生病 她就回报鸡汤给女儿做 这次 她只想亲手给女儿做顿饭 妈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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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我来吧 你拿筷子是吧 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 来 慢点啊 妈妈 这小街还没死呢 雨莲莲 妈让我来 妈赶紧一块吃啊 你吃 你吃 这顿饭 你很硬 菜很咸 难得的团聚 她却只待了一天就走了 女儿一再挽留 但她 还是执意离开 女儿觉得有些不对劲 半个月后 养好身体回家探亲 妈 妈 才发现了母亲的秘密 女儿 张雨莲 六十三岁 一只眼睛换白那张 竭尽失眠 女儿 另一只 妈 也严重老化 但些花钱 一直瞒着孩子 为了女儿 她第一次 一个人走出大山 她可能看不清路 但她清楚地知道 女儿 就在路的那一套 从家里到女儿所在的城市 要放过两座山头 蹚过一条小河 走二十八公里的山路 要转三次车 大约四个山 坐三十六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她 对这个城市 一无所知 除了知道女儿的名字 一切都是为了 给女儿做顿饭 每一个母亲 都像张雨凌一样 对自己吝啬 但对孩子 可以亲近所有 世界上 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感谢